第十一集 光源 我们到底来了哪儿 我想回家 有些女同学忍不住哭泣出声 又是一座五色吉他 庞博与叶帆站在一起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而后又都摇了摇头 他们在大学时便是最好的朋友 毕业后一时常见面 彼此最是了解 现在两人都感觉情况不妙 众人处境开忧 此刻充满了未知与变数 而这个时候 其他人也从空旷的荒漠收回了目光 焦急而又慌乱的 大量周围的情况 巨大的青铜棺果 翻倒在他们的后方 而在铜棺之下 则是一个宏大的五色石坛 与在泰山所建的巨型祭坛非常相似 由五种不同颜色的巨石堆砌而成 五色石坛 占地极广 可以想象当年修建 是必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但常年累月的被风沙侵袭 本应高高耸立在地上的巨大祭坛几乎全部淹没在了地下 如今与布满红褐色沙粒的大地齐平 今日九龙拉官而至 重重地撞击在地面 才将周围的沙粒震去 令祭坛显露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不仅巨大的青铜棺果 横沉在祭坛上 就是九具庞大的龙狮 也都压在上面 可以想象五色石坛的宏大 我们 我们迷失了 找不到回路了 有位脆弱的女同学哭泣出声 身体摇晃 如果不是有人扶着 早已软倒在地上 很多人都脸色苍白 在这一刻 众人联想到了种种可能 眼前所见到的景象 像极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 泰山不见了 空旷的荒漠就在眼前 让人不得不沉默 叶凡大声喊道 不要慌乱 不要恐惧 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怎么解决 我们如何回去 怎样 怎样走出这片陌生的世界 纵然是有些男同学 此刻的声音也早已颤抖 充满了强烈的惧意与不安 未知 会让部分人充满敬畏与恐惧 同时也会让另一部分人生出探索的欲望 叶凡与庞博 避开九具庞大的龙狮 向前走去 想看一看附近的情况 李小曼就在不远处 似乎有些发冷 抱着双臂 美丽的容颜有些苍白 但却依然显得很平静 如一株青丽的莲花 在浑暗中绽放 叶凡路过时 脱下上衣递了过去 但他却只是道了一声谢谢 而后摇头拒绝了 叶凡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并不是想挽回什么 披上外衣 与庞博继续向前走去 绕过庞大的龙狮 与青铜棺果 他们看到李小曼的美国同学凯德 也在观察附近的情况 口中不时发出各种惊叹 在五色石坛不远处 有一块巨大的岩石横卧在那里 广高就足有二十几米 但坡度并不是很陡峭 可以攀爬上去 叶凡身高一米七九左右 虽然面相看起来很文静 但其实身体很强健 当年是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在球场上经常被人称呼为野蛮人 而庞博则人如其名 颇有磅礴之势 但是并不肥胖 而是真正的强壮 是一个魁梧的大块头 胳膊快抵得上成人的腿那么粗了 两个人的体质都超好 在巨石前快速奔跑起来 根本没有小心攀爬 便直接冲了上去 站在巨石上向远方眺望 竟见到点点微弱的光芒 自浑暗中透出 这让两人非常的惊异 我们多半是回不去了 对于最好的朋友 没有什么不可说 叶凡直接说出自己的推测与判断 朱莉肯定不是我们所在的那片时空 朱莉确实已经不是我们所在的那片时空 庞博虽然平日大大咧咧 但是遇到正经事 从来不开玩笑 他注视着远方那团微弱的光芒 粗眉道 你说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什么 叶凡 也在凝望远处那团若隐若现的光亮 我们连龙师都看到了 我想 纵然一个活生生的神奇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也不会惊讶了 一个活生生的神奇出现在眼前 会是怎样的一个情景 庞博低语 身后传来响声 身高足有一米九的凯德 也攀登上巨石 当他看到远方的那团光亮后 立时发出了一声惊呼 啊 赞美 认词的上帝啊 我 我看到了光明 他以不太流利的中文说道 儿户转身 用力向后挥手 冲着人群中的李小曼 大喊着他看到了光明 随后 他从巨石上攀下 冲向了李小曼那里 凯德的喊叫 多是令人群一阵纷乱 不少人向这里跑来 庞博看了看不远处 站在一起的李小曼与凯德 对叶凡说道 那杨贵子 到底是不是李小曼的男朋友 我怎么知道 真的 就这样放弃了 庞博斜嫖他 有些事情 即便可以从头再来 也很难再回到原地 纵然是相同的道路 人生可以两次路过 也不会再有原来的感受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沈 要向前走 叶凡摇了摇头 而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还是你这个家伙潇洒 夜生活 多姿多彩 我鄙视你啊 哪里有你的生活丰富啊 庞博看了看叶凡 又看了看不远处的李小曼 凭着男人的直觉 我总觉得 你们两个人 还会发生一些事情的 你可少败坏我面上啊 你也跟女人似的 有第六感吗 此时此刻 恐怕也只有他们两人 还能笑得出来 两个人都不是悲观的人 无论什么时候 都很难愁眉苦脸 不多时 不少人攀爬上巨大的岩石 眺望远方 微弱的光亮 像是萤火在闪动 穿透混暗的空间 映入众人的眼帘 那点光源 虽然并不明亮 但却像是点燃了众人的希望 不少女同学 发出了欢呼声 前方有微弱的光亮 虽然依然充满未知 但是众人都想前进 或许这是人类的天性 惧怕黑暗 向往光明 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希望会有奇迹发生 众人陆续攀下巨石 来到五色祭坛前 商量对策 这里的一切 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陌生 纵然前方有光亮 也要小心一些为好 王子文比较谨慎小心 提出这样的建议 周易一直很镇定 文言点头 不错 先选派几个人探路 反正那堂光亮 似乎并不是很远 以防万一 其他人都表示同意 未知的前路 谁也无法预料 陌生的环境 一切都要小心为好 突然间 砰的一声剧烈震动传来 五色祭坛上的铜棺 发出了一声金属颤音 发出了什么 我感觉 像是铜棺内部 发出的声音 离铜棺最近的一名女同学 脸色苍白 这样说道 闻听此言 众人无不变色 要知道 剧官内部 可是有一口 装连尸体的 小铜棺呢 一样的优优独播放 一样的 我感觉到 终于